金融股 金融股在今年的上半年發生了四大利空消息 首先是二月俄乌戰爭 俄羅斯被歐美制裁 所以債券的價格大幅下跌 壽險公司只要有買到俄羅斯的債券 大概都會任列減損損失 三月開始美國開始升息 一升息債券的價格往下跌 所以只有債券的 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各國的債券 大概都會發生減損的損失 到五月很不幸因為台灣的疫情爆發 所以殘險部分防疫險的話 又會任列一個理賠的損失 六月的時候台灣的股市一個月就跌掉2000點 所以如果投資股票又會有投資存失 那今年的上半年金融股它是利空消息不斷 有四個利空的消息 但是金融股並沒有因此 上半年獲利就虧損 它獲利還是正的還是有賺錢的 只是賺錢的金額跟去年跟2021年相比是衰退的 那金融股呢在今年的上半年發生這麼多的利空 都還有辦法獲利 那今年的下半年如果看現在美國的升息幅度放緩了 那殖利率呢開始往下降了 所以債券的價格往上了嘛 那美股呢已經重返牛市重返多頭了 台股呢目前也有止跌回升的這個意味 那短期內呢下跌的空間也有限 因為國安基金進場互排 所以在股再雙漲的情況下 其實金融股呢它的獲利呢 它的下半年獲利是有機會超過三半年的 所以呢金融股最近表現比較強勢嘛 那從基本面來看呢 因為美國要升息那台灣也有機會跟進 只是幅度呢沒有美國升息的幅度來的這麼高 在升息的情況下 銀行的利差會擴大 所以銀行業的獲利是有機會增加的 那至於受險業呢 因為今年的股市表現沒有上半年那麼好 所以呢很多人選擇說 那我不要買股票了 那現在交易量很低嘛 成交量每天大概2000億上下 很多人呢選擇說乾脆把錢呢 拿去買保險 買這個美元的保單 目前的利率呢是大概3%左右 那之後如果美國持續升息 就是美元保單的利率 有機會到4% 那還蠻高的 那由於美元保單呢 它的利率很吸引人 所以我個人認為呢 受險公司啊大概下半年 或者是明年 它美元保單的銷售數量一定會上升 那如果美元保單銷售數量上升 受險業它的業績成長的話 那獲利也是有機會增加的 那由於呢 升息呢 有利銀行股 銀行的利差擴大 美國升息呢 有利受險公司銷售美人的保單 所以其實銀行業跟受險業 它的獲利都是有機會成長的 這也是為什麼 金融保險指數可以領先大盤 率先沾上季線的原因 我個人認為呢 電子業還是要保守操作啦 裡面我比較樂觀的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呢 它技術領先 那它是屬於先進製程 它的對手呢 比較少 它的對手呢 它的技術都沒有辦法去 達到這個台積電的水準 台積電的訂單呢 仍然是滿載 法說會的展望呢 一樣非常樂觀 但是股價呢 跟著大盤一起往下跌嘛 所以呢 我覺得台積電 它是比較安全的 另外呢 像是利基電啊 或者是聯電 世界先進的一些 其實呢 產能利用率到第四季的話 可能就 應該就是沒有滿載啦 那明年的話 可能更低 那所以呢 大家不要認為說 今年獲利很好 或是今年上半年獲利很好 就去買進 就做出這個過於樂觀的決定 因為今年的下半年 可能獲利會比上半年差 明年的獲利 搞不好比今年還要差 那到底可不可以買呢 我覺得要看庫存誰位的 金額 我們看一下這個 下游的這個電腦 例如是像華碩啊 我們可以看它這個 庫存誰位的金額 有沒有下降 如果市場整體的這個 存貨的金額有往下降的話 代表說 這個庫存消化差不多了 那之後可能企業 拉貨的力道會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觀察的重點 應該是看說 整體景氣的變化 第一個去看說 這個市場它的通貨膨脹率如何 因為物價太虧 對它買不起 如果物價有下降 物價有趨緩 民眾才有能力消費 那第二個呢 是看電子業它的庫存誰位 庫存誰位要下降 那企業才有可能繼續下單 去買新的存貨 那各個企業的獲利才有機會成長 物價也才有機會來做上漲 工工工工工資 為地裡面